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这样简简单单去介绍 你们就能够感觉到今年的奥赛男子肩体是多么的刺激 相比之下嘛 古典这个项目 应该毫无悬念的 克里斯应该就会实现五连霸再次重夺冠军 毫无悬念的 基本就不用猜 那公开组嘛 虽然说德里克今年获得冠军的机会非常大 我也非常看好他能够获得冠军 不过整体刺激性而言嘛 跟男子肩体续比 实在是差太远了 今年实在有太多我们认识的选手嘛 陆陆续续宣布推赛 而且全部人都是有实力能够获得前十的 就简单介绍一下 到底有多少位公开的奥赛选手 是推出了今年的奥赛 你就看这张图你就懂了 除了第一位打212的Kermal 其他这八位啊 大家相信都不陌生 有去年第三名的Netwalker 因为古二的拉桑 被逼推出今年的奥赛 曾经两届的奥赛之王 大雷米今年也宣布推出 杰弗马就永久退休 去年奥赛获得第四名的拉斐尔 我最为期待的波斯郎的同乡 Virus 今年又是因为签证的原因 连续两年了不能参加奥赛 Nayton D'Echa 就因为曾经有过犯罪记录 所以签证就不批 就仅看这些推出的名额 我觉得奥赛官方嘛 就可以特别为他们举行多一场小奥赛 这样对比之下 你们是否觉得 男子健体才是今年奥赛的重头戏呢? 那好了,现在我们就把视线 拉回去男子健体这个项目 那首先之前 我们先来快速回归一下 去年2022年男子健体的排位吧 首先冠军就是班克什 第二名是大浪格 第三名是迪奥格 第四名是查佐 第五名是帕梅拉 第六名是人子霍顿 第七名是健体OG Ryan Terry 第八名是肩王 莫里斯 第九名是追资感最强的阿里 第十名是对称之王 安德鲁 首先我就发表一下我的观点 我个人认为 这十位前师的去年奥赛选手 80%的 应该会再次出现 今年奥赛前师的排行榜里 我个人认为差佐嘛 就是去年奥赛的第四名 他应该就是运气好 才会获得如此的佳技 今年前师的排行榜里 应该就不会再次出现他的名字 看了他比那么多场职业赛嘛 要获得前三名都非常吃力 而且状态极其不稳定 那随着差佐离开前师的排行榜里 这样就多出了一个名额 给我们的曾经健体之王Jeremy 那就意味着Jeremy嘛 他的成绩 至少会在奥赛第一体队里 前十名额 那废话不多说 首先我们就来从第十名开始去预测 第十名我是会给阿里 阿富汗第一健体人所拿下 那去年的他是获得第九名 名次应该就不会进不到第七或第八名 因为在他前面的是曾经打败过他 无论是在去年的奥赛 或者是在今年的职业赛上 健体的OG、Ryan Terry 以及坚王莫里斯 最质感依然还是联盟非常青睐的健体风标 那阿里身为当今 健体最质感最强的代表嘛 Top10就有他一席之地 比较有趣的是 我个认为还有一位是能进入到前十的 也就是今年风头非常强的City City他的背嘛 相信大家都知道 他是非常符合当今联盟的要求 独树一当鬼背的存在 而且他又曾经在一场职业赛当中 打败过阿里 不过缺和了一番过后 我还是决定把第十名给阿里 是因为在我心里我个人还是认为嘛 健体要看正面 那如果是按照去年联盟的要求嘛 City拿下第十名的可能性 应该是比阿里更大 不过还是那句话吧 我私心认为阿里的迎面比较大 那好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第九名吧 第九名我个人认为 应该就会由巴西大将卡洛斯所拿下 那去年卡洛斯的成绩 真是让人大抵眼镜 从原本的第七名 一下子滑落到第十五名 那是因为他带出了一个非常干扁 不饱满的状态 那今天看了卡洛斯比了那么多场比赛 基本上他换了教练过后 他又回到了他以前那种 大框架的那种世界冲击力 那前十Top10一定有他的名次 一席之地 那好了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第八名吧 在那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个片段 看了这个片段相信大家都懂 第八名我是给了Jeremy 可能看到这里很多观众 会觉得气炸都炸开了锅 那王子回归 得到冠军 绝对是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决局 但是往往很多事情都不能够 往我们所想的方向去发展 那今年Jeremy 扩别了舞台有接近五年第一次重回 能够进入到奥赛前十 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 在这五年的时间里 如果我说他抱着半退休的状态 以及心态去训练 那就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 他是没有系统训练 就没有好好的系统训练 政绩、饮食、科技都没有做到样样俱全 与他同一批出现的 剑体OG选手Ryan Terry、大浪哥 大家都一直持续在进步 每年都刻苦训练 每一年都有打比赛 这一点不是说Jeremy 重回舞台系统训练一年 就能够追上别人的脚步 毕竟能够踏上奥林匹亚舞台的 大家都是精英怪 这个舞台上最不缺的 就是天赋异品的神人 给我选的话 当然我实心认为Jeremy 如果是能够进入到前三 甚至是打败班克斯的话 拿到冠军 那就是最好最圆满的决局 也相信大部分观众和我一样 都认为Jeremy 应该要拿下冠军 或者是Top3 毕竟他已经是承载了我们 剑体人的青春一代的梦想 那好了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第七名 我个认为第七名 就是剑体OG Ryan Terry 我会把Ryan Terry 放在Jeremy 的前面 就好像我所说的 他出道以来 他上奥林匹亚舞台的那一刻 在我印象中 虽然他是没有上过奥林匹亚舞台一两年 但是每一年他都有在 背赛 打比赛 训练 那就冲他这个特征吧 放Ryan Terry 在Jeremy 的前面 完全不过分 而且再加上 根据他的最新体态更新 那他本人也预计了 在今年的奥林匹亚舞台上 他将会比纽约职业赛的时候 那个状态更加重一个8磅 也就是说 他会带更多的肉量去打比赛 纽约职业赛是197磅 那奥林匹亚舞台 他估计是205磅 也就是93公斤上台 他也把他更多的精力 所以花在练背上 他的背是他的弱点 他现在一周 都训练他的背两次 那好了 现在我们来到第六名 第六名 我是会给到 剑王莫里斯 剑王莫里斯嘛 今年的风头 非常的强 赢了很多场 大大小小 一级的职业赛比赛 而且在这些比赛当中 他是有打败过 剑体无忌Ryan Terry 基于这个原因嘛 我就把他的名次 放在Ryan Terry 的前面 也就是第六名 他赢了那么多场 主要A级的比赛 而且当中的比赛 又主裁当为裁判 选他为赢家 再加上 副主席嘛 特地点评了 他的形体 非常符合 当今男子剑体 联盟所要的需求 就基于这些原因 我把他名次 从原本的第八名 进步到今年的第六名 那好了 现在我们就来到 Top 5 Top 5 我个人认为 应该就是由 剑体巴西新大将 帕米拉所拿下 去年的帕米拉 奥塞首秀就获得第五名 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 今年的他 比起去年更加的肉壮 形体上更加的完整 胸肌更加的厚 整体的维度也更加的大 而且在那基础之上 他又保持了他原有的追质感 再加上他的包腰 非常不错出色的颗度 我觉得今年的他 依然是能够夺得前五的名次 出色刻度的腹肌 以及包腰在肩体里 永远都不过时 因此帕米拉 崇多第五名 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那下一位 获得第四名了 可能会大跌你们所有人的眼镜 那就是忍者霍顿 我懂忍者他曾经在 Region Sport上 打败过班克斯 但是忍者他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经济状态 在台上嘛 极其不稳定 从过往的奥赛经历来看 他每次只要一比奥赛 他都会比平常的职业赛 来得更加的肿 更加的水 那在奥赛上嘛 忍者他是没有打败过班克斯的 当然 如果他是能够呈现出 非常爆炸的经济状态 如在Legion Sport 把他的腰收到非常紧 那他再次打败 班克斯是非常有可能的 不过保险期间嘛 我还是放他在第四名 那第三名这个成绩呢 相信大家都会感到非常意外 他就是来自巴西的迪奥哥 迪奥哥嘛 他就有一种莫名的魔力 让联盟呢 连续把他放在第三名这个位置 不动 你要说他的腹肌刻度嘛 他又少了一块 只有五块半 你要说他的锥子感嘛 他又谈不上有锥子感 不过他却拥有着非常夸张的比例 V字感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特点嘛 联盟就一直把他放在前五那个位置 而且是稳稳的锁在前三 那可能就是通过这个举动 就想告诉大家 其实嘛 剑体也是非常多元化的 这就让我好比想起了四年前的古典 联盟一直都把Jorge Peterson锁在第三名 你要把他的形体谈为古典嘛 又谈不上 是完全在他身上找不出一点古典气息 但是联盟嘛 总是喜欢把他放在第三名这个位置 就是想要告诉大家 联盟其实在这个组别 也是非常注重你整体的经济状态 与其他古典职业选手相比 Jorge Peterson唯一拿得出的杀招 就是他的感度 还有他的分离度 以及他那夸张的肌肉成熟度 那我把Dior哥放在第三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他在整个前世的男子肩体 是非常独特的存在 就是他那夸张的肩腰比 联盟就是想要告诉全世界 在男子肩体的V字感肩腰比 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天赋 那好了 现在我们就只剩下Top2 Top2嘛 有班克什 以及大浪哥 那大浪哥他就有一个特征 相信大家都懂 他是越战越勇的 他曾经失败的 失去的东西 他是能够重夺回来 2019年他就输了给未来战士雷蒙德 当时候的他是从原本的第一名 跌去第四名 从那个时候 我们就以为高个子肩体的时代 就从此开启 没想到大浪哥又再次杀回来 连续连霸了两次的奥赛冠军 就为他职业生涯中 获得了三次的奥赛冠军 基于这个原因嘛 我觉得 竟然大浪哥他能够终结 未来战士的高个子肩体时代 那班克斯这位高个子的王子嘛 我相信大浪哥也是能够打败 再加上班克斯现任的奥赛冠军 在Legion Sport上 是输给了人子这个举动嘛 这个成绩或多或少嘛 都已经证明了联盟 你不会再保他 虽然我们都懂 联盟也有可能不喜欢大浪哥 但是现在两人的处境嘛 非常接近 没有所谓的联盟优势的话 综合势力来看 我个人认为 还是大浪哥这种短核心 正面拥有着非常强的健体感 还是非常符合当今的主流 那说到底嘛 联盟想要判给谁冠军 还是要看联盟的喜欢 捧谁做冠军嘛 其实都能说得通 捧班克斯就代表着高个子 健备的时代 捧大浪哥就是短核心 正面健体感非常强的时代 捧Jeremy嘛 就回归了以前主流的健体那种感觉 包腰包腹 健体比例非常好看的 肩宽细腰 Jeremy是属于非常 独树一档的存在 那如果给我选的话 这三位当中嘛 我私心当然是希望Jeremy 能够获得冠军 因为我是非常喜欢Jeremy 他那个替代 不过说真的 如果这一次Jeremy 他的备赛嘛 是能够找回Honey 这一位世界级的教练 再次重度合作的话 对于Honey的技术 相信大家都懂 他是绝对能够把Jeremy 做到非常极致的状态 不过这一次嘛 没有得到Honey的帮助 进不到前三这个概率 就会大大降低 那对比Jeremy 现在的状态 与他之前在2017年 巅峰时候的状态嘛 大家也是能够看得出 那个落差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这个只是我个人 前十的男子健体预言 如果有和我想法不一样的 都欢迎你们打在评论区 我们交流交流一下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